C.C.Y.Story 大家好 歡迎來到C.C.Y.Story 好 我們之前配過很多東西 那我們今天要來配一個不一樣的 我相信台灣應該還沒有人這樣搞 我們先講講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幹 我覺得你要先澄清你再來就是這件事情 然後直接流傳出去大家會對我有很大的誤會 看到這個封面大家先很驚訝 對對對 就是我們只是身邊的朋友 朋友不是我 反正就開始有小孩了嘛 那有小孩又聽到 當爸爸當媽媽很累 帶小孩 然後又 就是有時候可能晚上也沒有辦法好好睡 那有時候忙東忙西晚上想要喝個酒的時候 今天太忙又忘記去買一些下酒小菜 然後家裡又沒有什麼正常的東西對不對 可以去搭酒 那手邊一定有什麼呢 一定有嬰兒食品 感謝什麼公司彈珠 不用擔作好嗎 好 不用擔作 這是我忘複姐的 這是我忘複姐的 你看有看到發票 好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猜啦 應該大部分的父母 手邊總是會有一些小朋友的零食 大部分的那種餅乾或 副食品應該不算那種零食 但不管怎樣 我今天也不會拿副食品出來吃 那個 那個 那個還是雞耶 那個還是雞耶 那還是雞耶 好 反正 但是這種餅乾就是 可以把小朋友嘴巴堵住的東西一定會用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試看看 拿這些東西來搭酒 呃 好 但我還是要先說一下概念 我們還是有概念的 雖然不一定對 嗯哼 就常常不會對 好 不管 就應該要先聲明一下 就是今天要喝的兩位 是嗎 完全沒有吃過這些 完全沒有 一樓餅乾 所以一切 這個牌子的沒有 一切味道都成熟一點 意測可以想像這樣 我覺得你可以先說一下你的 有啦 小時候可能吃過啦 他們不太記得 請問那是幾年前 30左右 三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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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就是說 你應該先分享一下 你對於這個味道的意測 有 我沒有猜過 因為我還有詢問過同事 就是他家裡是有小朋友的 那他說基本上 就是味道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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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 就這個有像小饅頭的東西 理論上應該是甜的吧 但是他說好像也沒有特別加糖 所以就是淡淡的那種味 應該會有一些奶味吧 我不知道 然後這邊我就看到這個 什麼小魚餅乾 可是它上面有用沙丁魚粉 但是有啦 它有加食鹽啊 可是也不知道加多少 所以我理論上 判斷這些盒裝的鬼東西 應該是 應該是鹹的啦 所以我還敢拿個紅酒出來 打一下 好 好 好 哈哈哈哈 好 沒關係等一下就知道了 那我們順序會是這樣子 我們先拿這款白酒 博更蒂的白酒出來 我會拿它來搭配這個甜 因為傳說中就是它非常不甜 這個甜脂 whatever 但是他說聽說就是味道淡淡 所以搭配一些淡淡的白酒 應該是還OK 那 博更蒂 它這支不夠你了 我覺得還算滿清爽的 味道也不會太重 好 第二款 紅 也是博更蒂的紅 那它的味道 稍微是重一點點 我跟你來講 稍微是 算是濃密 那五件是老 對 不夠年老 味道比較集中 但我覺得都還是清淡的 那我想說拿它來搭配鹹食 就是 我假設都 我假設這個東西是鹹食 可能搭的過去也有可能就是不知道會怎麼樣 whatever 等一下試喝就知道 那還有最後一款甜的粉紅酒 這個算是bug的東西 就是 你要嘛 就是 搭什麼應該 就是不會到一個地獄的程度 我個人覺得 在我的想像裡面 應該只有最後一支會是搭的 知道啊喝了就知道啊 那我們知道酒的順序開始了 好 好 適合原了齁 請開題 我剛剛喝杯是什麼 好好好 我開我開我開我 然後因為是在家也隨便喝了我妹 就不用太高級的杯子 基本上就是 兩個歐杯 欸還是有挑錯的好不好 這個是奶花口味 這個是菠菜口味 菠菜口味 這個是不夠年口味 現在這支 我聞起來就忘了在小飯口味 欸它有一點菠菜味 這個沒什麼想到 有啦 兩個味道有差啦 這個比較有那個甜甜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它就滿像冒汁小蠻好吃 更小顆的 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會甜啊 明顯會甜啊 會甜啊 這不是很甜的很甜啊 其實我覺得有 我試試看這個 可以給它六分耶 你可以給它六分是不是 因為它本身就是 有奶香 然後就是香甜香甜的 然後它其實後面 後面是有一點點苦味的 然後雖然說 它們打起來其實沒有 爆出什麼的青絲味 就是它的奶香剛好 就是壓住它的那個苦味 所以我覺得其實還寫要 我講出不悲劇欸 那當然我想確定一下 六分的話 我的接度會是 如果今天你現在想喝酒 然後你打開你的出櫃裡面 就剩這個小饅頭了 你會毫不猶豫的把它拿出來 其實我嘴癢的話 我喝酒嘴癢 我會願意看它來吃 而且它很帥蠢 其實 整體來說 它來搭配這支酒 不差欸 好喔 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東西吃了 我會有一種 嗯的感覺 那這個還蠻 蠻解敵的 看一看一看 我們就說不會那麼糟糕啊 嗯 六分我是可以認同 所以你也給六分 好 我們來看看六分 是不是今天的最高分 這是 好米餅喔 這是什麼 超脂餅 有點像蝦味仙的樣子 可是聞起來好像忘了家 調味料的蝦味仙 你對 這包餅乾 可以有點禮貌嗎 它是寶寶餅乾欸 你以後就會知道這個東西 你有多感謝它的存在 疫苗性因的時候 這米餅 完全沒有味道啊 它就 喔有有有 我有聞到魚味 屁 真的啦 等一下然後你說 這是什麼小松的醜 好了 這個真的很有味道 但它 是裡面 今天我覺得 大概 低或低 這看起來有點像狗梗 狗 這聞起來完全沒有味道 是顏色型的嗎 不是 可是它的形狀 你自己看嘛 我不高興 這真的有餘味 這真的有餘味 好了你們快吃 你們現在不是在 不是在 不是在開箱餅乾好不好 我們不是在開箱餅乾 好 你要用 這個這個 紅蘿蔔番茄點心 那我從這個 它吃起來一點味道都沒有 紅蘿蔔乾薯餅乾 超乾 吃起來像營養口 只是沒那麼硬 我看你妹的臉 還是這瓶紅酒有錯 不會 我覺得OK 隔壁棚 隔壁棚 五到六分 你試試看 我覺得這個不行 你試試看 不行啊 不然給五到六分 然後給我等住啊 好 那我一樣給六分好了 就說我嘴巴很癢的話 我也是可以拿來的 對啊 就澱粉的甜 跟紅酒的酸 是滿 滿的融合的 你不會覺得它苦苦的嗎 但吃在我可以忍受的方式 那我沒中心感 真的嗎 他吃太多苦了 他已經不覺得這種苦 對不起 我可以給五分 好 那陳文杰你先講這個 三分 這麼慘 我覺得它會有一點點苦味跑出來 但是 還不會影響到整體的風味 就除了有一點點我運的苦味跑出來之外 它沒有太奇怪 太特殊的味道跑出來 但是 但是 不搭 不搭是真的 這個東西我可以給 因為我覺得其實 它不知道為什麼 搭自己這個紅酒 還可以 還算 過得去 一樣沒有奇怪的味道 我覺得也沒有奇怪的苦味除了 整體 不敢說完美的融合 但是他們就是 我要跟你講 就是他們放在一起 不會覺得太突兀了 這樣講好了 就是如果我今天酒喝 我嘴巴很癢的話 我只可以拿起來配 嗯哼 我覺得 這個的話我只會給它五分欸 我就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的 剛才的那個的話 它就是有解了那個酒的苦味 但是這個的話就是 沒啥事兒 我覺得我們定義一下五分跟六分的差距 我覺得六分應該就是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就是 如果你今天甚至沒有其他東西 你可以 打開櫃子就只有餅乾 你可以欣然的把它拿出來的程度 但五分可能就是 會稍微想一下 就是 看當天的星期字 有可能會把它 拿出來 但也有可能是直接把櫃子關起來的 這樣子的形容正確了吧 不然呢 就是口紅借過 就是口紅借過 三分 兩分 我覺得比剛才這個糟糕多了 它有 這個餅乾本身它認真的有魚味 它認真的有魚味 對 就是因為我覺得有魚味 喝白酒啊 好等一下我再試看看 可是就是因為它有那個魚味 然後跟 紅酒搭起來之後 它就有一個形味 比較笨 對 幫你多問一見到哪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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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它有一點點小特別 因為我覺得這個 它還是有一點點苦 就喝這個之後 它還是會有苦一下下 但是它一樣是 最後有被它的那個 甜味給解決 然後 在最後最後還有一點點就是 麥香跑出來 但是 我覺得沒有就是 剛才那個都蠻好吃 它給五分 五分 五分還是五分 五分 沒有太奇怪的東西跑出來 嗯 沒有太特別的口味 但是 就兩條很新鮮 這就是一款甜的粉紅酒 是用Moscato做的 前面兩隻我就不介紹了 就 那什麼話 我就抓不住嘛 為什麼要拿這個出來 因為我們堅信一件事情 就是甜的酒 就是 基本上它就是個飲料 所以拿出來大東西 很難失敗 那我們之前也實驗過 你只要不要硬去尬一些甜的 什麼東西 頂多就是 沒有到非常搭 但不會讓你到喝起來不舒服 應該 很難不行 你給我給大家看它 像那麼小顆 我覺得這棒我可以給個氣氛 所以現在我們要正式 判斷所有的小蠻東西 成為家裡的巨駕 不是不是不是我覺得 因為甜的太棒了 我也覺得我可以給它 因為你知道它有奶蝦 然後 跟酒 跟它甜甜 所以它的一種濃郁的口感 對對對 而且它的甜是 可能是因為嬰兒食品的關係 所以它是唯甜 沒有真的旺仔小饅頭那麼甜 所以它不會去跟酒的甜去做一個 解抗的感覺 所以它就昇華了它 各位相信父老們請愛用小饅頭的身體 小饅頭 那還不錯喔 現在吃個野菜 這個是紅蘿蔔 紅蘿蔔蕃茄 一分 一分 你們兩個可以不要一模一樣的表情 沒有任何事情發生的感覺 我吃這個跟我吃一口白飯差不多的感覺 就是三叉跟二叉被塗不過 我被世間的調味料塗不過的 怎樣小朋友他也夢想搭 不然你想要怎樣 有六分喔 有六分的原因是因為 剛剛那隻紅蘿蔔在前面 我可能還會給它四分欸 因為我覺得它沒有到很早 就是打下去之後 它的餘心會就變成一點點微苦 可以 六分 甜粉紅酒太強 奇怪的味道都該剝去 嗯 其實你不要講成它餅乾本 就是那個奇怪的味道好不好 五分 就跟剛才這個一樣 我吃了它跟西白飯就好 沒有任何意外 沒有任何驚喜 好 加分 考慮到白酒要搭配海鮮 於是我們現在要來試試看這個 沙餅 沒有它就是說小魚餅 對對對它是用沙丁女粉 白酒配海鮮的真理 不是真的很明顯的不錯 因為 來來來先講幾分 先講幾分 我會給到七分 我在思考我要給它八分還是九分 真的假的 我會給它七分 因為你知道它本來像很認真的我才會有那個海鮮味 但是現在搭上去之後它那個海鮮味就 仿佛我真的吃了一句 重點是我第一口下去 這支酒本來的一些同味 就是我之前說過一些奶油香草的感覺 就直接先跑出來被逼出來 如果這個餅乾搭配紅酒的話 留在嘴巴的吃不舒服的鮮味 白酒下去過後之後 可以鮮味對不對 對它留下變成什麼鮮味 就是鮮味 好了各位相信父老們小魚餅乾 請務必要遵循著海鮮搭配白酒 這個鐵子 所以餅乾還是要挑一下搭配酒 而且如果在四喝原二號的這個版本裡面 現在這個組合是它精是最高分耶 因為它有點驚喜 就我沒有想到會這麼搭 因為紅酒在前面 紅酒在前面 整體來說還是天分齁 搭配小魚頭 因為你現在的分數是小魚餅乾配白酒 我覺得只吃一口的話 就小魚餅乾跟白酒是最有驚喜感 我會覺得最適合大家去嘗試一下的 但假如是要說就晚上很療癒 然後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餵一下自己的話 還是 忘了小魚頭 小魚頭搭配甜粉紅 就是最耐吃啦 但是如果不喜歡喝甜的話 以今天這樣看下來 其實我覺得 準備這種比較清爽的白酒可能比較好吃 就至少這個 這個很大啊 對 沒有它跟小魚頭搭起來不差 本來是紅酒來搭配這些食物 沒有太精彩的表現 各品喜好 各品喜好 這支酒 我看一下年份啊 2019年 它的酒莊是叫Favillet Favillet也是國根第一個非常大的酒商家族 然後 它有分酒莊酒跟酒商酒 那 這個是屬於酒商酒 然後評分 沒有 因為它也是很初介版本 大部分也不太會受評分 葡萄品種 我們就是Shuternay 建議喝的溫度就是 你把它丟到暗場 然後把你家小孩子吼碎 那如果小孩子又醒了呢 要丟回去冷藏嗎 就是我的第一次說 它的室溫溫度 要一直保持在低溫嗎 我的一個好朋友 他有一句名言 就是沒有什麼事情 是用109不能解決的 假如用 他就用酒瓶 等一下啦 不是不是 我是很真誠的問 它的室溫度 應該要一直保持在低溫吧 我會建議 我會建議它的溫度會再稍微 所以當你開瓶以後 如果聽到你們再媽媽好多氣 你就把它丟回冷藏一下 差不多 然後第二瓶 Albert Michelle 也是伯根第一個蠻大的家族 那這一隻是比基本款再好一點點 雖然它都只是過不夠年的 但是它有特別標註說 它是用老藤的葡萄下去那樣的葡萄 基本上它的葡萄樹林是比較老 那我們之前說過就是 可以拆大概30年一下 它酒本身是蠻好的 我個人是喜歡的 但是它今天搭配我們的主題 好像 不是非常推薦 但人家本身是很好喝的 一樣沒有什麼特別的分數 因為還是蠻好的 吸引溫度喔 冷藏半個小時 就是小孩子要紅 就要陪睡之前 就把它丟進冰箱裡 它睡著以後 你就可以出來了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來 今天也看到了 它使用情境真的非常完整 最後一隻甜粉紅 我們之前曾經有出現過 好 一樣是義大利 就是一個小酒樓 然後酒名叫Renadio 然後就是人家的小酒樓 沒有錢 也沒有雙瓶 葡萄品種90%是Moscata 然後它粉紅色 我覺得用一點點 Vrancetto 葡萄品種 真的啦 意大利的顏色摩萄品種 你敢騙這個字的時候 要這樣子摩 Vrancetto Vrancetto 不靠 它本來也就是一個 來釀甜紅酒的瓶泡品種 所以釀出來整個是甜酒 不意外 好喝吧 好喝 好喝 而且很好用 沒有食物也可以再搭配 好OK 那今天就到這邊 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 今天這支影片的朋友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許下一支影片你會喜歡 或是留言看我們還想要搭配什麼食物 對 如果你還想到奇怪的食物要搭配 或是什麼樣的 它其實可能就會搭配一個 泥之類的 果泥 我們要這樣子嗎 好喝